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一起深入探索历史的频道。 今天,我们要将时间的指针拨回到9月8日这一天。 从改写帝国命运的古代战争,到至今仍然让我们着迷的艺术杰作的诞生, 9月8日见证了历史上许多关键时刻。 我们今天要谈论的事件,不仅影响了当天, 更是在时间的长河中激起了阵阵涟,影响了国家的进程, 并在我们今天所熟知的世界留下了印记。 所以,请系好安全带,因为我们将要开始一场穿越时间的旋风冒险。 让我们开始吧! 我们的第一站将回到七世纪的中国, 一个充满动荡和变革的时代。 曾经强大的隋朝正在走向崩溃,各地叛乱四起。 617年9月8日, 李渊的军队在霍益之战中与随军交锋。 李渊的胜利具有决定性意义, 将摇摇欲坠的隋朝推向了灭亡的深渊, 也为唐朝的剑里铺平了道路。 想象一下当时的场景, 刀剑碰撞,马蹄轰鸣, 战事的呐喊声响彻战场。 这是一场残酷的权力斗争, 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李渊的胜利开启了唐朝前所未有的繁荣和文化成就时代。 时间快近近一个世纪, 我们来到了712年, 正知唐朝时期。 712年9月8日, 唐瑞宗禅卫将权力交给了他的儿子李隆基, 也就是后来的唐玄宗。 玄宗的统治绝非平庸之辈, 他统治了44年, 这段时期以显著的稳定, 经济增长和文化艺术的繁荣为标志。 712年9月8日, 看似平稳的权力交接, 为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篇章之一拉开了序幕。 这证明了唐朝的持久遗产, 以及一天之内发生的事件对国家命运的影响。 现在让我们转移方向, 向西前往欧洲, 来到1198年。 1198年9月8日, 强大的霍亨斯陶芬王朝成员菲利普 被加冕为罗马国王。 这不仅仅是一场加冕典礼, 更是争夺神圣罗马帝国控制权的关键时刻。 这场斗争对欧洲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菲利普对王位的要求受到了挑战, 导致了多年的冲突和不稳定。 神圣罗马帝国成为了一个高风险戏剧的舞台, 而菲利普的加冕典礼则是一场关键的演出。 1198年9月8日的事件, 突出了中世纪欧洲复杂的权力动态, 以及神圣罗马帝国的持久影响力。 我们穿越时间的旅程, 现在将我们带到了中世纪的核心。 在这个时代, 信仰在个人生活和国家事务中都是一股强大的力量。 1276年9月8日, 在阴谋和政治maneuvering的背景下, 葡萄牙红衣主教佩德罗朱利亚尼当选为教皇, 取名约翰21世。 教皇约翰21世的统治, 虽然在几个月后因意外事故而悲惨地结束, 但这提醒了人们, 教皇在中世纪时期拥有巨大的权力, 教皇不仅仅是一位精神领袖, 他还是世界舞台上的政治参与者, 与国王谈判, 影响战争进程, shaping各国的命运。 教皇约翰21世在教皇宝座上的短暂时间, 让我们得以一窥中世纪政治的复杂性和危险性, 以及教皇制度的持久遗产。 从教皇的宏伟中, 我们将目光转向比利牛斯山脉身处的一个内陆小国, 安道尔。 1278年9月8日, 安道尔实现了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它被正式承认为一个独立的公国。 安道尔的独立是通过一种共同领主制度来保障的, 即现今西班牙的乌赫尔主教, 和现今法国的富瓦伯爵, 共同拥有对这个小公国的统治权。 安道尔的故事提醒我们, 即使是最小的国家也能保持独立, 通过任性、外交和一点运气, 在充满经济的geopolitical随遇中航行。 这是一个战胜逆境的故事, 证明了人类自觉精神的持久力量。 我们的历史冒险之旅现在将我们带到巴尔干半岛。 这是一个充满历史气息, 经常处于帝国十字路口的地区。 1331年9月8日, 国王斯特凡乌罗十三世的儿子, 斯特凡乌罗神四世夺取了塞尔维亚王位, 迫使他的父亲流亡。 这一叛逆行为标志着塞尔维亚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Ushering in了一个内部strife和外部威胁的时期。 斯特凡乌罗神四世的统治, 虽然以早期的军事胜利为标志, 但最终会被塞尔维亚境内外的挑战所掩盖。 1331年9月8日的事件, 突出了权力的脆弱性, 以及王朝继承中经常出现的动荡本质。 我们穿越时间的旅程, 现在将我们带到中世纪俄罗斯广阔的草原, 蒙古金杖汉国, 在这里统治了一个多世纪。 1380年9月8日, 由莫斯科大公德米特里顿斯科一率领的俄罗斯公国联军, 在库里科沃战役中与金杖汉国交锋。 想象一下当时的场景, 一望无际的草原, 成千上万的骑兵, Clash是马蹄的轰鸣声, 空气中弥漫着汗水、恐惧和鲜血的气味。 库里科沃战役是一场残酷而血腥的战斗, 但它标志着俄罗斯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这是俄罗斯团结和自觉的胜利, 证明了人类在面对压迫时的不屈精神。 从俄罗斯的战场, 我们现在将注意力转向意大利佛罗伦萨阳光普照的广场, 这座城市是文艺复兴的中心。 1504年9月8日, 一间杰作像世界Unveiling米开朗基罗的大卫。 这座巨大的大理石雕像描绘了圣经英雄大卫战胜格利亚的胜利姿态, 它不仅仅是一件技术奇迹, 它是文艺复兴精神的象征, 是对人类潜能和艺术天才的赞颂。 大卫以其完美的比例, 栩栩如生的肌肉线条和安静自信的气质, 征服了所有看到它的人。 米开朗基罗的大卫不仅仅是一尊雕像, 它宣告了人类精神, 通过奉献、天赋和一丝神圣的灵感, 可以取得伟大的成就。 我们穿越时间的旅程, 现在将我们带到东欧的战场, 该地区经常处于帝国的交火之中。 1514年9月8日, 立陶宛和波兰军队在阿尔沙战役中与莫斯科军队交锋。 阿尔沙战役是一场残酷而血腥的战斗, 但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立陶宛、波兰军队在阿尔沙的胜利阻止了莫斯科的东阔, 为立陶宛大公国保留了一个世纪的独立, 并shaping了几代人以来东欧的geopolitical格局。 这提醒我们, 即使是在远离权力中心的战斗, 也会对历史进程产生深远的影响。 我们穿越时间的最后一站, 将我们带回到探索时代, 这是一个充满前所未有的发现和冒险的时期。 1522年9月8日, 一艘伤痕累累但开旋的船只驶入西班牙港口, 完成了一次十余三年前的史诗班的旅程。 这艘船是维多利亚号, 是费迪南德麦哲伦雄心勃勃的环球航行的唯一幸存者。 维多利亚号的回归不仅仅是一次航行的结束, 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 它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在这个时代, 世界将因麦哲伦和他的船员开创的海上航线而缩小。 好了,朋友们, 我们穿越历史的9月8日旋风之旅到此结束。 我们从古代中国的战场到文艺复兴时期, 意大利阳光普照的广场, 亲眼目睹了Shape。